马上要出场的这位专家呢 他可以说是老年病的高手了 那么到底这位专家他是谁呢 当我们来到东智门中医院 那颗门诊的时候 满屋都是人 被围在中间的这位 就是今天的主人公田津周大夫 看他这么忙 我们在旁边观察了他好一阵子 田大夫对待每一个患者 都是笑脸盈盈 耐心听每一个人的讲述 无厌其法一个特别好 田大夫特有耐心 感到一轻松不那么累 不温和 而且来看病的多数都是老年人 老年人的神经精神疾病的诊断 治疗研究教学工作 田大夫是第一位 把我国老年痴呆的诊断和治疗 与国际标准接轨的学者 现任东智门中医院副院长 他每天的工作都排得满满的 但是三十多年的行业生涯 他一直保持着不论多忙 病人多多也要亲自询问病情的习惯 由于记忆不好 他有些症状不是真实症状 田大夫现在在老年病领域的成绩 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说起当年考大学的时候 上医学院是误打误撞上的 这个东西有时候是阴才阳错 我自己喜欢的是美术和文学 但是因为这个招生的时候 那不由个人医治啊 所以虽然招入医学院 但是很快我就喜欢上他了 凤乔进了医学院 就和中医打了一辈子的交道 在我们采访过程中 我们还看到了尤其为年轻人 面对这样的患者 田大夫会和他们聊聊工作经历 以缓解病人的紧张 更有助于了解他们隐藏的病症 好像在聊天 实际上我在收集病情 为自己的准断治疗提供依据 下午一点多 田大夫终于送走了最后一个患者 满脸疲倦的他走出了诊室 半个小时以后 下午的门诊就要开始了 他赶紧葫芦两口饭 准备整装待发新一轮的工作 我们看到田津州大夫 无论是在面对我们的镜头 还是面对患者的时候 一定是这样的笑容可居 态度非常的温和 也赢得了很多老年的患者们 对他的信任 那么田大夫主治的是 失眠和记忆率减退 可以说失眠这个病症 长期以来也困扰了很多的老年人 好像不只是老年 现在失眠是越来越低龄化了 那么在您的诊手当中 有没有接诊过像这样的失眠患者呢 失眠现在无论是老年人 还是青年人 甚至于包括中年人 乃至于有的小孩 孩子也失眠 四五年级 小孩他就失眠 这原因太多了 你比如说 我们从中医理论上讲 喂不喝 走卧不安 你现在都是吃 喝喝 喝